我身为一个经济师 在工作的时候 主要的工作语言是英文 当我在做这个报告的时候 如果有偏用到一点英文 就先请大家多多见谅 我是第一位主讲人 我们先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 来为大家分析和解读一下 经济上的一些趋势和展望 什么叫做宏观 就是我们不应该 好像一头猎鹰这样 盯着每一份数据 如果你是盯着每一份数据看的话 那你只看得到是起起落落 那你看不到整个趋势 最重要是要退一步出来 然后观察整体市场的一个情绪和一些变动 那在我们华侨银行 我们退一步出来之后 看到的一些经济上看到的一些什么东西呢 主要来说我们觉得各大经济体 在今年甚至过去一整年 表现是非常亮眼 尤其是你 相比2015年2016年 今年 经济展望真的是 还算是非常不错 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 分析解读一下 那我们先回顾过去一年 主要的一些事件 好不好 那我们一看呢 最重要的一些事件 大多数都是从政坛上面 出来的一些问题 两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第一 英国脱欧 第二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那这两点都是 所谓的黑天儿事件 那就是因为有了这两件事件呢 整个世界经济局势 感到有一点紧张 尤其是在欧洲 那为什么说欧洲会紧张 因为 今年年头 欧洲会有一连串的大选 相信大家都知道 荷兰 奥地利 法国 接下来还有 德国 那市场 为欧洲感到害怕 害怕些什么 害怕更多的黑天儿事件会发生 那在欧洲这里 怎么算是黑天儿呢 他们怕的就是一些极端右翼的党派会当选 那问题出在哪里 极端右翼党派当选 市场害怕会削弱欧盟 甚至长期以内导致欧盟瓦解 最后有了这个背景呢 法国选举当然就 受到市场非常大的一个重视 那所以 过去一年主要的一些动荡都是在 正堂方面 但经济面 其实反而相对非常平稳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原油价格已经 从2015年有一个很大的掉落之后 已经开始回稳 那上面这四个重要事件 脱欧我们就不会再谈了 下面三个我们都会再有更详细的解读 那全球经济面上面 我们看到过去一年 各种资产价格都是有上升的趋势 如果你们大家是有投资股票的话 当然是相信都是挺爽的啦 过去一年 那昨天是2017年 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2017年的上半年是 全球股市平均表现 从1998年以来 表现最好的一个上半年 It's the best first half of the year Since 1998 所以我一张图呢 绘的是主要股票市场的一些表现 红色的那个呢 是过去一整年的表现 灰色的是2017年上半年的表现 那你看了这张图呢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 要注意有什么两点呢 第一 如果我们从过去一整年来看的话 全球各主要股市 都有差不多10到15%的增幅 那第二点 我们看美国股市标准与普遥500 其实很多增幅已经在2016年下半年 已经有了这个增幅 到2017年 整个市头已经开始好像有点没力了 放慢了 那相比之下 新加坡股市呢 就有点不一样 新加坡股市2016年下半年表现平平 但2017年上半年表现是 当然比较好 那身为股民呢 我们看到这一份 这一套图了 我们要做些怎么样的考虑呢 可能我们应该说 把资金从升幅比较放慢的一些市场 好像美国 就掉回到升幅会比较快的一些市场 好像新加坡 再说汇率 汇率是我主要研究的地方 那2016年底 美元走强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大趋势 那这个大趋势呢 到了2017年已经开始减弱 甚至消失 更加需要注意的是 前一两个星期 美元大概都是 可以说是直线下跌了 那这美元的这个大趋势已经不复存在 那我们有想要在汇率方面 有兴趣 要玩一点汇率的朋友们呢 那要特别小心 怎么说 因为不是每一个货币 对美元的增幅都会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很细心地了解 各别国家的特殊情形 不然的话 我们选错货币的话 可能就会失去一些获益的机会了 例如说 最近获益最大的就是欧元 为什么欧元获益最大呢 因为政治局势明朗化 而且欧洲央行 行长德拉吉 又开始有一点偏鹰派的举动 相比之下 我们说澳元 澳元却表现平平 那澳元表现平平 有一部分是因为大众商品价格 我们等一下再说 大众商品价格 先看原油 红色的那条线 过去一年原油价格在 过去一年原油价格算是非常平稳 在差不多45到55元之间波动 那当然最近这两三个星期 跌破了45元 现在大概是差不多43元 那 油价平稳对世界经济是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它去除了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尤其是在石油生产国和中油出口国 这两种国家里 他们的经济都很跟原油价格挂钩 所以原油价格平稳会使到经济增长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那原油价格平稳 那其他的大众商品价格怎么样 那我们用铁框架来做一个例子 那黑色 图上黑色的那条线就是铁框架 从二月一个高点95美元 一直跌到60美元 甚至我们市场预期 应该是会掉到差不多50美元左右 那刚才说到 澳元表现平平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 这个铁框价格 因为澳洲是世界数一数二 最大的铁框出口国 那铁框价跌落 当然对澳元不是一件好事 那听众朋友 如果你们有说好像有侄女 在澳洲读大学 可能就要比较注意一下 这个铁框价格 那刚才一开始说 世界经济表现良好 那我们看的是哪一些数据呢 最重要我们看的是 所谓的制造业PMI指数 所以我们在这个图上面 我们看到 其实全球各大经济体 各大经济体的制造业PMI指数 从2016年第三季开始 大概都有加速扩张的一个状态 那在左手边 你们看到的是三大经济体 美国 欧盟 和日本 甚至右边的新加坡 那个趋势都是一样的 从2016年第二季第三季开始 都有加速扩张的状态 那相比2015年2016年 这个表现是非常不俗的 再详细说美国的局势 那在这一段 我命名为特朗普与美联储 那为什么要说这 为什么要说他们呢 因为就数他们两个 对美国经济影响力 是有最大的两股势力 那如果我们要了解 美国经济表现 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 这两股势力 特朗普和美联储 那我们先说特朗普 那大家也 I think对特朗普非常了解 因为都大概在新闻看 新闻上都有听到他的新闻 那他在去年11月竞选的时候 他承诺些什么 最重要的是他承诺 大力搞机组建设 修桥补入 为了是什么 为了是刺激美国的经济 那 当时特朗普当选 当选的那一天 市场波动自挺大的 那时候我们大家认为 特朗普当选 哇糟糕了 可能全球股市都要崩溃 其实 opposite happened 相反的事情发生 其实 美国各个资产市场 对特朗普的反应 其实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热烈 股票 股票 十年期 国债 收益率 美元 都是一线上升的 到差不多2017年开始 才有一点扭转的趋势 那 近几个月呢 市场对特朗普的信心 有一点淡化 为什么说淡化呢 因为我们看 他所承诺的一些基础建设 还有其他的一些 policies 根本都没有实现 不止没有实现 我们接下来一年 我们看是否能够实现的那些希望 都非常是渺茫 那为什么会导致市场 会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呢 因为在美国 我们发生了这个通俄的事件 对吗 那特朗普本身 当然是没有被调查 至今没有被调查 但他身边的几号人物 都被卷入了这个通俄风波里面 那很难说 很难说 接下来特朗普 他自己会不会调查 会不会被调查 甚至如果他被调查了之后 他会不会被弹劾 那美国总统 现在有50多个总统 没有一个总统是被弹劾的 克林顿 差一点被弹劾 也没有被弹劾 那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说到特朗普被弹劾呢 因为我们要注意的是市场反应 那先看美元 美元刚才已经说到 其实从2017年开始 已经开始回落 现在的整体美元的 整体美元的一个index 已经掉到特朗普当选之前 更加还要弱的一个水平 那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也是从高点回落了 唯独什么 唯独股票市场 还是屡创新高 上个应该是两个星期前 还创了一次新高 标准与普尔500 是差不多2400多点 那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危机点 怎么说呢 如果美国政坛又有更大的一些风波 甚至刚才说的特朗普有机会被弹劾 那美国股市可能就会受到重挫了 再说美联储 两个星期前 当然美联储升息 0.5个百分点 那说到美联储升息呢 大家应该是相当紧张啦 对不对 不过我们要了解的是 这次的美联储升息呢 其实升的是有一点勉强 怎么说勉强 那我们要了解 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 两份经济数据 第一份是黑色 黑色的那条线 就是美国失业率 第二份就是蓝色的那条线 通膨率 那耶伦 美联储行长耶伦 他的算盘是怎么打的 第一他看 他主要看的是失业率 黑色的那条线 美国失业率怎样呢 屡创新低 现在是差不多4.3% 是从2000年以来最低的 所以可以说是美国就业率是 就业市场是火热的 那市场呢 市场关注的是什么 通膨率 那美联储通膨率是有一个目标的 是2% 两个百分 两% 那问题就在这里 其实通膨率没有达标 一直都在差不多1.6 1.7%左右 那对市场而言 你通膨没有达标 怎么能够升息呢 所以我们在了解 耶伦他的思维模式是怎么样的 刚才我说到他看到的是失业率 失业率屡创新低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工资 工资也会上升 所以工资就是 红色的那条线 工资的升幅 工资的升幅有上升的趋势 那对耶伦而言 如果工资上升 大家的消费能力当然就提高 所以对耶伦而言 通膨达标是一个迟早的事情 可能今年不会 但明年他相信应该是会达标 所以他有了这种思维呢 他就会维持升息的一个步伐 那美联储 也不只是耶伦说的算了 对吗 他们也是有一个委员会来 来做出决定的 那这个委员会里面呢 我们也是开始看到 稍微有一点分裂 怎么说 有其他几位行长 已经开始更加注意通膨率 而且也开始一些发言 有说到通膨率不达标 可能会影响升息不放 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 是什么呢 在美国最重要的是通膨率 下面几个月我们要看通膨率有没有起色 接下来就是工资 升幅有没有上扬 如果这两份数据呢 都有起色的话 那美国升息步伐应该是会维持 如果没有起色 还是不达标 甚至那个通膨率会下跌的话 那我们可能相信 美国升息的步伐应该就会放慢 那说到升息步伐 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点紧张 为什么 因为94年 04年 也都是美联储升息的两个年份 如果你们记得的话 这两年他们升息是升得很快 相信大家都会记忆犹新 其实94年 2004年我还在上学 所以我也不是记得很清楚 看看那个数据呢 我们是看到 几乎是每一次美联储的会议 每一次会议每次都升息 而且一次升息不只是0.5个百分点 不是0.5个百分点 0.25 0.25% 所以有一次上一起就是起0.5个百分点 那今年升息又要开始了 那个步伐也是要加快 那一个问题就是 升息的步伐会不会像94年 04年那么一样快呢 我们相信不会 为什么说不会 很简单 因为现在美国的整体经济面 不需要这么快升息 甚至不允许这么快的一个升息步伐 如果像94年 04年升息那么快的话 相信整个美国政府 不是美国政府 美国经济会垮台 所以美联储 他们自己的一个预期是什么 长期预期 他们认为是3个百分点 3% 那我们相信 要达到这个3%呢 要拖到2020年 才能够达到这个3个百分点 所以现在美国利息是1.25% 到2020年 我们有三年半的时间 所以我们平均算一下 平均升息一年是差不多0.5% 所以相比94年 04年 这个是一个很缓慢的一个步伐 欧盟亚洲 形势是非常乐观的 先说欧盟好吧 欧盟随着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 其实整个政治局势稳定了很多 勒盟 和其他的极端右翼政党 都没有当选 而且表现都不好 那在此之前呢 整个市场 刚才我有谈到 对欧盟的一个展望 是非常低迷的 所以很多资金 就不敢投入在欧洲的股票市场 或者汇率上涨 那在我们分析师在吃饭的时候 那时候谈论的一些事 私下谈论的是什么 欧元对美元 会不会跌到一对一 那时候我们在谈的时候 欧元对美元是 1欧元是1.05 1.04美元 我们谈的是会不会跌到一对一 那马克龙当选 整个局势有180度的转变 突然之间 大家又对欧洲有信心 有兴趣 那资金又开始大量流入欧洲市场 导致些什么呢 导致股市当然是上扬 而且欧元更加是走强 那再加上欧洲经济增长 维持在差不多2%左右 这个红色的那条线 而且欧洲央行也调高了 经济增长的一个展望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 最近一个星期的发言 为市场理解成是一个偏鹰派的一个发言 所以这种种新闻对欧盟都是很有利的 所以在会市方面 我们看到欧元其实是节节攀升 昨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现在是1欧元兑1.14美元 那相信接下来走势还是会挺强劲的 亚洲 2017年开始 亚洲出口表现非常强劲 所以整个投资情绪非常好 再加上所谓的search for you 什么是search for you 就是发达国家 美国国债收益率非常低 资金需要寻找更高的收益率 所以他们在哪里找到更高的收益率呢 亚洲国债 所以很多资金大量流入亚洲 最直接的影响当然也就是股市上扬 会是对美元都是走强的差不多4到5% 那资金流动我们要非常小心 为什么 来得快去得更快 那我们要注意两点 投资者要注意两点 刚才我们说到 为什么那个资金会流入亚洲 第一 投资 投资的情绪非常好 第二就是search for you 所以我们要注意两点 有没有什么新闻 还是有什么事件 会使到 亚洲投资情绪 变差的吗 还是 美国 其他发达国家 他们的国债收益率 是否有没有走高 如果这两点发生的话 那亚洲流入的那些资金呢 很快的可能就会外流出去 好 再说最后我们说新加坡 那新加坡我们可以说 现在的局势是洗优餐班 但我们还是相信是小优啦 洗比较多一点 好 说到新加坡 要先说什么 先说Cyber 那 Cyber应该是很多人很关注 很紧张的 为什么说呢 为什么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 现在我们是在一个 生息的大环境底下 那我们有很多 房屋贷款 包括我在内 房屋贷款都是和Cyber挂钩 所以 只要Cyber一 升起来 我每一个月要还的 那个房屋贷款利息就增加了 对银行是一件好事啦 Anyway So 其实我们看Cyber的动态 从2015年 开始 其实已经有明显的上扬 在那时候2015年呢 Cyber所上扬的步伐 是快过美联储加息 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 2015年 2016年 每年数一年 只是加息一次 0.25% But Cyber其实 升得更快 那接下来 我们要看的是 Cyber升幅的步伐 会不会 维持 我们相信 Cyber 没有办法 一定是会再提高啦 一定会慢慢地 再升上去 不过 它 升幅的那个步伐呢 相信会放慢 会慢过 美联储 升息的步伐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最近一期 美联储升息 0.25% 其实 三个月的Cyber 没有什么动静 还是留在 维持在 0.99%到 1% 左右 那刚才 我们荧幕上 我们看到 我们 我们银行 对 3-month Cyber的 一个预期 今年年底 我们预期是到 差不多1.25% 然后看 2020年 2.35% 刚才 我们在谈美联储 升息的时候 2020年 我们相信 是会到 3% 所以这相比之下 很容易看的 就是过去 不是 接下来 两三年 我们相信 Cyber的 那个增幅 会慢过 美联储 那也不需要 太担心了 为什么 因为 Cyber 最主要是 一个利息来的 一个interest rate 对吗 所以在新加坡 如果这个 利息 Cyber上扬的话 对长期投资 投资者是 是有好处的 怎么说 如果你是 好像 有投资在 新加坡 长期的国债 或者是 公司的债券 如果Cyber上扬 那 国债的收益率 债券的收益率 还有些 好像 Singapore Savings Bond 这些的利息 都是会跟着一起上升 所以 如果我们是 长期投资者 hold to the end 那种投资者的话 回报率 应该是会 比较高一点 再谈谈经济 新加坡 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 在2016年第四季 其实已经开始回升 那我们预计是 2017年的 经济增长率 是在差不多 2.5% 甚至 可能稍微再高一点 那右手边的 左手边的这个图呢 我们是会 GDP growth 国内生产 国内生产总值的 一个增幅 从1990年 汇起 那为什么 你会想 哇 1990年 是差不多 要30年前了 为什么从这么长的 过去的 来汇起 这个图呢 我们想沟通的是 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那我们看 国内生产总值的 一个增幅 我们会发现 如果要回到 往年的 5%增长 甚至 10%增长 可以算是 几乎是不可能了 所以 我们新加坡的 国内增长 总值增幅呢 GDP growth呢 如果能够维持在 2到3% 可能 是一种 新的一个常态 所以我们这个要注意 那 值得担忧 刚才喜忧参半 忧在哪里 忧在 失业率 虽然我们刚才说到 经济增长有加速 经济增长有加速 但其实 失业率 还是在 往上升 那整体失业率 逐渐 我们相信会逐渐提高到 2.5% 2.5% 国民 失业率 可能再高一点 3.5% 以上 那 就业市场 展望 算是 比较差 直接影响了什么 直接影响到的就是 工资 工资的升幅 也会放慢 那 就业市场差 工资 升幅 放慢 影响的是什么呢 在经济上 影响最大的 就是 零售业 所以我们相信 零售业的一个展望 相信是会 比较 稍微比较低迷一点 虽然最近这两个月 稍微有一点起色 不过我们从过去一年的一个趋势来看 我们 不是很乐观的 零售业 所以 我们看 新加坡经济呢 它的亮点 在哪里 非石油 国内出口 我们英文是叫做 Nodex 就是出口 新加坡的出口 那 最近也是稍微有点放慢 但相比2016年 表现非常强 主要的原因是 全球各大经济体 刚才有说到 刚才各大经济体的表现更好了 所以有很多贸易活动 也更加活跃 所以新加坡也能够出口更多的一些商品 到这时候我们看 新加坡经济增长 其实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我们的出口来维持的 那 我们 身为一个投资者 看到这一些数据 零售业比较低迷 出口 增长还挺快 那我们应该做一些 怎么样的一个理解呢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 第一点知道的是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宏观的经济数据 适合用来了解 整体投资情趣 而不是用来筛选个别的股票 所以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要勉强 我们勉强说 零售业 展望低迷 这样我就不去碰那个有关零售业的一些股票 那这种思维逻辑是正确的吗 其实也不算正确了 因为 虽然展望低迷 但是相信还是会有一些 有一些个别股票的表现是非常亮眼 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这些宏观的经济数据来筛选个别的股票 只能够用来做一个整体投资情绪的一个理解 那好 说了这么多 我们就先来做一个总结 然后再来做一个前瞻好不好 那过去一年刚才提到 很多不确定因素来自于政坛 很庆幸的是 我们经济表现并没有受到政坛的一些波动而受到牵连 甚至应该说是逐渐走强的一个趋势 而且在新加坡 我们相信经济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一个时期了 但是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 其实也不算非常平坦 因为还有很多疲弱的迹象 刚才说到的就好像失业率和就业市场 做一个前瞻好不好 未来几个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事项 其中政坛方面 美国政治发展 所以特朗普遭弹劾的一个可能性 应该说是不能够受到忽视了 怎么说 明年11月 美国又有一个大选 他们所谓的midterm elections 所以那时候 我们要看共和党 认为他们的胜算有多大 如果他们认为胜算不大 为什么 因为特朗普搞了一些事情 那他们可能就会开始要弹劾特朗普 当然如果说共和党认为他们的胜算还是挺高的话 当然特朗普就比较安全了 另外一点就是英国新政府脱欧的进程 那两个星期前 英国政府跟欧盟的协商 脱欧的协商已经开始了 当然我们也知道 最近六月初的时候 英国有了一次大选 对吗 那个特美总理 他的表现就不是很好 那这会对脱欧的讨论的那些进展过程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到这时候 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解 但是对于欧洲的整个局势 脱欧的进程 脱欧的discussion 都是需要注意的 那在经济面上呢 美联储加息的步伐 还是会维持 不止加息 他们也开始减少资产负债表 那这些都是一个萎缩 紧缩的一些举动 而且不止美联储 世界好几个重要的央行 如欧盟的央行 加拿大央行 英国央行 又开始 在他们的发言里面 开始偏鹰派 所以重要的是 我们要看经济表现 会不会因为这些 中央银行 开始缩减他们的量化宽松 还是提高利息 会不会受到打击 对于新加坡呢 最主要的是 就是要看Cyber 所以我们认为 刚才已经说到 我们认为Cyber的增幅 会比较缓慢 但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呢 我们就要 再尽宽其变了 其实 我所要报告的 也就到这里 但是如果有什么 详细的一些问题呢 刚才 接下来在小组讨论 我们就可以再 仔细地 跟你们讲解一下 好 谢谢 谢谢